这个问题呢,之前讲到的话呢,其实有一个结构上的问题 加拿大的宪法呢,其实之前从立国开始 其实就已经有一个联邦优先的,一个最基本的宪法原则在那边 宪法的91条是这么讲的 它说当这个宪法里面定义给省的权利,就是你的 但是没有定义的,通通是联邦的,这是第一条 这就说明就是我未来产生的,只要是新生事物,都是联邦管辖 那联邦可以决定它是不是要跟省一起来共同管辖,这是后面的事情 但是这是讲清楚的,那么它的92条呢,就是说也确实呢 又确认了各个省在于贸易 他讲到土地使用,矿产的开采,制造等其他商业方面 他有他自己的权利,这个力也是他有他一定的自己的这个 就是主动权这样子,那是92条的宪法 但是他在1931年的判例,当时加拿大还没有自己的最高法院 作为终审法院的时候,他拿到英国的书名院司法委员会 做最终审裁的时候,他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当省和联邦会不会产生一个司法管辖冲突 他说会,但是当他们没有冲突的时候,那双方各管各 当有冲突的时候,他强调了一点,联邦必然优先过渡 也就是说我们俩趁闹的时候,马市长优先 他讲得很清楚,联邦优先的这个原则是非常清晰的 因此从一路一路的判例过来,到了1970年代 就是在恒生输油,就是目前的输油管道已经埋了 已经有差不多2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70年的一个案件,它是一个汽油的案子 他当时也是强调的,说并不是说 因为他不是有92条,说省都有自己的权利吗 他说的是说,你尽管每个省对自己的商业开发 土地使用,矿产等等,有各自的权利 但这个不是完全说因为你有这样的权利 所以这块就是你说了算 现在BC省的态度目前就是说 反正你这些东西都是从这边过 所以老资要管,对吧 就是说我要反对,他是这个态度 那么他在那个判例里面讲得很清楚 这个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 他要把这个业务拿出来看 是不是放在国家利益里面 如果这是符合国家利益 并且是国家利益里面的一个重要环节